原标题 后有故事 这个故事可以稍微讲一下 说苏东坡有一次去大象国寺 看到佛印在墙上提了一首诗 酒色才气四度墙 人人都在里边藏 谁能跳出圈外头 不活百岁手以偿 苏东坡一开始性大发 也提了一首诗 可佛印和尚 饮酒不醉是殷侯 脸色不迷醉为高 不义之才不可取 有气不生气自消 后来 宋神宗和王安石游将国寺 也看到了佛印和苏东坡的诗 于是 王安石也提诗一首 无酒不成礼仪 无色禄断人戏 无财民不奋发 无气国无生机 后来 大象国寺首席环卫指导师白袍 看到这些名人自画后 激动异常 在这些诗后面写了八个字 表达其对这些会写字的大神的仰慕之情 这八个字是 乱 图乱画法困五诗 二 苏东坡写诗 我相信就算他蒙着眼 用脚丫子写也不会写出 引酒不对诗 英豪这么烂的诗 这些诗中第一首所谓佛印的诗 有点演出 这首诗是被改造过的 但是改得很不高明 因为改小气了 在评书中有首定场诗 和这本很像 定场诗是这样写的 明帝 二字一堵墙 高人聚在里边藏 有人跳出墙之外 便是神仙不老方 我觉得吧 便是神仙不老方 更洒脱一些 而那位所谓佛印大使者 不活百岁寿也成 这多么像经历了现代科学训练的人的思维 现代人指导人 是不能成为神仙的 所以 作诗都显得拘谨小气 九色财气这种提法股就有之 据说 吕洞宾还曾写过劝人借色的诗 二八家人体四苏 腰间杖剑斩于腹 虽然不见人头落 按理交军骨髓哭 这首诗后来被金平梅发扬光大了 所以 烂诗能靠故事发扬光大 甚至点就算是顺口忧 编个古代文人雅式的故事 这些诗随着故事流传开来 倒也不是为一种很好的营销方式 三拆开这故事看看 佛印 苏东坡 大象国寺 这些元素很宋朝 所以 这个故事倒也四目四雅 佛印和苏东坡的故事 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 佛印是禅宗云台宗的高僧大德 苏东坡是北宋文坛的代表 这俩人打击风时 识别的往往是苏东坡 这事听着就让人暗爽 大象国寺是北宋著名的寺院 其在民间有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鲁智深在这里曾经拔过锤杨柳 这几个元素凑在一起 这个故事就很宋朝了 但是设计过事的人忽略了一点 那就是佛印 其实不在大象国寺主持 甚至佛印来没来过大象国寺都成问题 佛印一生一直在江社和江西一带活动 他是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寺和交山寺两寺的主持 苏东坡和佛印交往的那些故事 大多发生在金山寺 苏东坡曾经两次在杭州任职 西宁四年到西宁七年苏东坡在杭州 人通畔知之之 这时候他比较闲 生子那些日子过得很惬意 大约此时 他和佛印交往比较多吧 十五年后 经历了乌台诗案 苏东坡人生大起大落 这时 他再任杭州之州 这时候的佛印也垂垂老矣 老朋友见面 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唏嘘感叹 总之佛印没来过大象国寺 也就无从在墙壁上提诗了 后来苏东坡 王安时代和诗就更熟悉 那么烂的诗 也幸亏不是他们写的 文 薛白袍 谢谢关注 欢迎点赞 欢迎讨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